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承载500多吨救灾物资的中华民国海军中和号登陆舰 经过四天的航行 29号上午缓缓停靠在菲律宾中部的苏武港外 军舰抵达时当地与世正强 20多天前墙台海燕登陆菲律宾中部 天色也是如此灰暗 只是这一次当地民众迎来的 不是无情的狂风暴雨 而是满满的来自台湾政府以及民间机构的爱心 那其中包括了有像帐篷 太阳能发电机 那还有像这个食物 像饮水 还有衣服这些 总共加起来是530吨 那到现在为止我们总共捐赠给菲律宾 到现在为止已经达到727万美元 军舰停靠后中华民国与菲律宾代表 举行了一场简单隆重的仪式 象征性的移交救灾物资 预计两到三天内卸载完成 这也是我国继空军出动18架次运输机之后 再次展现人道救援精神 也是中华民国海军军舰 近十多年来首次航进飞国港口 海空军接力协助菲律宾的灾民渡过难关 这次菲律宾遭强台肆虐 我国声援不遗余力 许多菲律宾官员受访时都是万分的感谢 半年前广大新案 台湾渔民遭菲律宾公务船扫射 全民愤怒之情记忆犹新 然而对菲律宾灾民的爱心 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一样是刻苦万难抵达了灾区 的女人道歩因为我以为他们的远绑过 周围出发了很紧的 但他们就来到 到时间来的 可能有些人会发现 但在这些年来的 人们都涮逼在其他考虑拥的 当时 como这些 避免和地震撰习 不描于任何大阶迹 這是一個明顯的證據 我們會一直告訴台灣民族 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會一直在祝福 菲律賓國家減災風險管理委員會統計 海驗颱風已經造成超過五千名菲律賓人死亡 另外有一千七百多人下落不明 台灣震災行動不停歇 只盼災區以及災民的新 能夠早日波雲見日